另外再来看到的是雪霸国家森林警察在台中和平和苗栗卓蓝的交界 发现了两部箱形车非常的可疑 上前盘查但是这两辆车的驾驶拒绝拦减 其中一个驾驶还摸黑跳下了两公尺深的博凯 另外一个驾驶则是被警方制服在地 警方在他们车上搜出了珍贵的少男段木 这样最近消息联系记者游彦慈 现在直播观众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 当时这个雪霸国家森林警察队的这个远警 正开着这个警车不断的追赶前方的这两辆箱形车 但是这两辆箱形车无论这个警车怎么鸣笛市警 他们就是不停车 因为他们这个车上是违法载运了一只珍贵的少男段木 而且长达两公尺直近66公分 在试驾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的珍贵 而警方调查这个少男段木有可能是这个山老鼠集团所为 但您关心当时的搜索画面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是拉束的 啊 被拉束了 拉束了 那么这两名这个箱形车的驾驶呢 一名这个许信驾驶当场是摸黑呢 冒着这个生命危险 跳下两公尺身的一个波坎逃逸无踪 目前呢警方还在追捕他的行踪 而另外一名这个犯性驾驶呢 则是被警方给压制在地 他到案之后只公称自己负责载运 但是这个珍贵的少男段木到底是怎么来的 或者是是不是有集团所为所偷窃的 这些这个犯性驾驶呢都声称不知情 而目前这个警方呢 也在持续追查知名逃逸的取星驾驶 要来厘清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少男段木遭到偷窃的情况 稍后最新情况将持续为您掌握 节目 点赞 请计划